今天的娱乐新闻要带您关心的是 美国电影市场展于昨天在Santa Monica圆满结束了 虽然今年来参加的独立制作公司以及制片人在数量上有所减少 但是中国大陆和香港的电影公司却收获颇丰 今年11月在Santa Monica举办的美国电影市场 是国际最大的电影交易平台 而今年美国电影市场特意为香港电影市场举办了香港日 在记者会上 美国电影市场和美国商务部的代表 与香港贸易发展局代表签订了合作协议 我们是全球第一个海外的地区 推出一个相对的项目 我们叫Pacific Bridge Initiative 主要透过这个计划 我们希望帮助美国的公司 把他们的商品和服务输出香港 或者是透过香港这个平台 出口到其他亚洲的国家 尤其是中国内地的市场 然后与美国商务部的公司 我们在镜艇与美国码专业 我们将赢得到美国码专业的第一个美国码专业 这是一个超级年任何年 我们将带来30至40个社区 纽约建议业专业的美国码专业 将组织30到40家的美国公司 潜赴香港参加香港电影市场 香港作为中国 乃至整个亚洲的电影窗口 将会赢得越来越多的电影商机 天下卫视在Santa Monica的财产